为了提供客庄居民更优质的运动环境 华联施工所积极向客委会争取补助 赤支4000多万元在中山公园打造了社区多功能合成场域 26号下午举行的启用仪式 市长魏佳燕感谢各方努力促成 全新的场域要提供给民众体育休闲 社会教育或者是艺文活动的多元活动空间 要成为活络当地客家文化的重要里程碑 3 1 1 为了提供客庄居民更优质的运动环境 华联施工所积极向客家委员会争取补助 赤支4000多万元在中山公园打造社区多功能合成场域 26号下午举行启用典礼 活动中也邀请到飞旋舞团带来落水舞马 传达出客家人与合成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 希望让市民朋友对客家族群更加了解 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谢 我们客委会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那这个场域其实不只是我们可能看到的 现场看到的篮球场 那我们也有借给很多的单位去办理一些相关的一些 体育项目的一些活动 那未来也希望这个场域能够扩大的 让更多的一些不管是人文不管是教育或者一些传统的歌谣文化等等 那不只局限于篮球场那也希望说民众能够多多的来借用来使用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这个场域是对花莲市有很大的帮助 中山公园风雨球场是花莲市第一座风雨球场 有客委会补助2970万元 但因公其中遇到新冠疫情严峻及国际原物料大涨等问题 最后由代表一元兼一款加上市公所编列预算 共一千多万元 总计赤支经费超过4000万元兴建 市长为家燕也感谢各方的努力促成 全新场域将提供民众体育休闲 社会教育或艺文活动的多元活动空间 成为活络当地客家文化的重要里程碑 记者徐立晴华联士报导